在学校的排球比赛中 你摔了一跤 这时喜欢你的人正好坐在观众席 你会A 装作没事一样站起来 B 好像很疼的样子站起来 C 倒地不起 D 借伤退场 我可能会A 因为其实你要代入到我们那个年纪 十几岁的时候 二十出头 摔呀 可能也耐摔 那真的摔到 摔到站不起来 比如说像我这种跟腱断了 那没办法 但是正常摔一跤 应该会 我也会装作没事一样站起来 那个时候应该这个面子很重要 我们踢球比赛都是 踢球都是 哎呀 再重再疼 这怎么当没事 你能显示出疼吗 你不可能显示出疼 你肯定显示出你若无其事 把对方弄疼了才行 给对方增加心理压力 对面这个好硬 再疼都当没事 但是我现在如果说我运动中再有什么 比如说摔了一下 然后我感觉到不适 我可能就直接我会退场 也是应该的 根据年纪 现在很谨慎 什么年纪干什么事 嗯 因为我这个腿其实就是头一天练小腿练过了 第二天其实已经有不适了 但是还是坚持就感觉自己没事 结果就那天就意外了 结果就那天就意外了 我可能会A吧 我一定会选A 对 我就是那种在别人面衰再惨 我也要忍住站起来的那种 对啊 这个跟你喜欢的人做不做在观众席有什么关系吗 在比赛肯定是装作没事一样站起来 只有还能站起来 继续干啊 介绍退场啊 真的搞笑吗 有一次 我觉得很就是跟喜欢男生打车 然后我头发不很长 那时候也很长 然后关门的时候我头发门门夹住了 你一直让他夹住了 我忍了一路 我忍了一路 我就没到那个车门 又想说我看看他把头都拿出来 感觉这个很久 我就忍了一路 忍到下车 然后他又觉得说 你怎么一直那样坐着 你往这边坐点那边晒 没事 我喜欢晒 让我晒会儿 我就喜欢靠着车窗 不要管我 好要强 受不了了 非常要强 要辫子 谁要面 谁有吗 我觉得这一题的关键不是在于喜欢人在不在观众席 你在排球比赛 我倒不是为了比赛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喜欢的人在的话 我一定不能在他面前抽一抽 对 如果是你的话 车门夹住你的头包 你会抽出来吗 当时你很喜欢他 忍着吧 你觉得我们性格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吗 如果我在比赛 我根本不会管谁在观东西 你独提啊姐 要关注 我们到关注的重点不一样 姐的关注重点是在比赛 我的重点是所有人都在 包括喜欢的人在 对 我一定会撞到没事 对 我也是 这是我喜欢的还是喜欢我的 喜欢你的 不是吧 喜欢你的 哦 喜欢你的人 你不一定喜欢 差别大吗 大 如果坐在观众席上的话 其实如果是喜欢你的人在场外看 其实对我们的发挥或者是那种劲儿没有那么无所谓 但是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人在台下肯定会表现运辉特别强 一直有这种心理 反正就是都会拼尽全力 只要有人看 是吧